今天台北下午突然下起大雨 不過可以看到 新衣衛秀這裡人排滿的人籠 就是因為今年金馬影后 陳淑芳要來兌現她 票房賣座的蝦捲諾言 看陳淵被摩擺我學她 自從陳淑芳以孤魏 奪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後 承諾若票房賣座 就要親自炸蝦捲感謝大家 果然票房水漲船高 在11月27號正式破譯 跟我的金馬一樣 雖然很重 四公斤 可是我要好好的 好好的我要泡回一家魚 所以說各位今天來 我們一定沒有讓你們肉戲 等一下包蝦捲給你們參賽 因為上次11月3號我們首映 其實隔天一早 我是從早上哭到下午 因為我們其實上映三個禮拜以來 我們演員們加上導演 我們很努力的在跑戲院 其實現在的票房 我們已經很滿意 已經很高興了 很感恩了 很想哭 不要哭 片中陳淑芳跟排灣族的余子玉 分別飾演女主角婉琪及前妻 在丈夫離家後 靠著蝦捲路邊攤 獨自撫養三個女兒 一路坐到開餐廳 電影從女主角70歲大壽 接到丈夫離世的消息出發 探討女性在各種情感中的心境 我這次人做好做的 不要聽過你跟我說 吃東西 細膩手法也讓影迷看了不止一遍 第一次其實有哭 但是還好 然後她也是還好 然後我想說怎麼沒有哭 然後第二次我們又再去看一次 然後我們兩個都哭死 蠻貼近生活的 然後最後廚房阿姨那個情感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除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光環 由余子玉演唱的電影主題曲 孤魏也入圍金馬肯定 層層助力成功讓電影舞孤魏 成為今年首度票房破譯的國片